三级警戒期间各行各业受到疫情冲击 许多劳工的生活也受到影响 但是政府只愿给出挤压膏式的纾困方案 特别是30到49岁 约600万人的三明治世代 更是只能自行承担困境 又拖拖不到 纾困补不到 疫苗打不到 上班上不到 也没办法照顾小孩 纾困也领不到 然后疫苗打不到也暴露在风险下 没有办法上班也没有办法赚钱 造成家计的影响 我想这个是我们三明治族群的 现在最沉痛的心声 我们呼吁行政院还有我们的卫福部 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 要把我们这群真正的中间分子 家庭的中间分子 社会的经济支出的来源之一 要好好地照顾 面对指挥中心又推出降级不解封的新名词 立委张其路认为解封需要准则 而规定也需要明确可被遵守 才不会让民众怨声载道 他们在这个 这个棋楼边 只是暂时赶快脱一下口罩 吃一下早餐 发三千块 各位大家可以想 这个水电工最多今天 一天的薪资也就是三千不到吧 马上被裁发了 这是老板也在喊冤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 不管在市场中的一些工作者 其实他们也很辛苦 必须他们也要吃饭 这个说他们说什么 他们也不是机器 他们一开了章 那他们要到哪里吃饭 尤其现在又来一个所谓降级不解封 其实我们也很疑惑 直白说了 这个到底这里面在谈什么东西 民众党团呼吁政府应重新检视 相关纾困防疫规范 不该让扛起台湾发展的三明治世代 成为疫情冲击下的牺牲对象 并给予地方政府降级不解封的明确准则 才能真正解决民众困扰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已有报导 并将将已经被招建立了